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去自己之前养的是什么猫 之前养了一只就是没短 那后来呢 哪只猫现在在哪 在朋友家 就没有带过来的时候 那所以你今天是打算过来看看什么猫猫狗狗 其实就是挺长时间没跟小动物玩 然后就要是跟动物玩一下 我可以拿出来抱一抱抱 我喜欢哪只 他喜欢拿出来拿出来 他睡觉好可爱 捂着自己的小脸 店长推荐 他有什么特别呢 他属于一个 矮角猫就是一个不用拿出来的位型 而且矮角比较少见 拿出来抱抱拿出来 那你们家小猫是这么大吗 还比较在呆 是一个成年的一只小女孩 这个小猫多大 几个月子 三个月子 三个月子 这个男孩 是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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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帮帮帮 哦 你看到这就是谁可以想过的 想过 所以新驰对这些猫的品种 有什么了解吗 就没有刻意去记这些知识 之前上过一个节目叫头代学长 里面学到了很多关于宠物的那种知识 那些小猫你可以都转一圈 所以你比较喜欢这种稍微大型点的 还是这种比较小的 我喜欢小只的 对狗 对狗 要大的话我就喜欢特别大 比较小的会特别小 比较极端 给他剃个球头 对 有烫头的吗 对 他打开小太子一抱起来 那现在其实你有考虑说在养只小狗吗 其实狗的话就是之前有过一次经历 之前我的一个邻居叫那个 我跟女朋友也放我家一条狗 然后让我养两天 结果他拉了一条屎 然后整个屋子就一直不散味 我之前也养了一只那个特别大的狗 退休的导盲犬 所以其实一养虫 你的经验还挺丰富的 你能说丰富吧 就是稍微多一点 因为不是我在养 是我自己养的 它就是那个小美 那也没有养太长时间 就是如果比如你要就是抱只小狗回家 你家小美会吃醋吗 你觉得 会在你家上演猫狗大战 应该不会 小美就比较高了 不会被这种寄高算力的想法 对 他有在自己的世界 这个是小伙众 法国都有钱 他很好可爱 小科技 小科技 对 你们突然能信吗 我想到了一个人 可爱比较像紫薇 就紫薇已经跟他演可爱 这是大柴 对 这是秋田 秋田啊 有些柴犬 这是小柴 对 秋田 它是三个月 它也是三个月 这同样三个月 为什么人家就长这么大 你就长这么小啊 还睡 这是鸡肉 从小不要怕鸟类的动物 因为小时候在院子里挖过一个就是鸟类的尸体 我就被吓到了 我感觉是小孩 小孩有没有喜欢这个玩具 要给你的妹妹买吗 我妹妹就是 你真的要给你妹妹买这个玩具 你妹妹不会开心的吧 我妹妹不会开心的 你平时比如说像你现在会经常就是这样出行啊 坐车什么的 你在车上会一直听音乐吗 我比较爱听那种清新一点的歌 We do 像也会开心一点会听这种 老套话 再推荐一首 就是我洗澡的时候喜欢听那种美声 你觉得有什么癖 对 洗澡的时候比方说这个 洗澡的时候 我听见地冰线那一天 呼唤我 然后那个打着泡泡 拿着玉球 我听见地冰线 比较治愈的一首歌 你看他的这个歌词 我会在4点45分开始等待 然后就站在路缩路前 然后我会一直怀着对秋天的期待和等待 你可以在城市中找到自由 那最近有在追什么剧吗 前段时间就是在追那个剧区 综艺的话 好难啊 今天挑战啊 还有最近那个 红炭也比较好看 对那些比如很流行的那种蜜蜜蜜啊 或者就是那种蜜蜜啊 蜜蜜啊 这种OK吧 就是有时候 有个吓到 就你不是打蛋 其实我胆子还行呢 节目比你那一表现 其实我胆子还行呢 胆子还行呢 还行呢 其实感觉自己胆子变大了一点 之前就是看那个什么 小丑灰魂啊 各类的鬼片 自己在家里偷偷练胆子 我看你之前就是生日直播说 你最近也有买一些什么新书 对 就有看那个李淡老师的那个小厂 其实我喜欢买一些居家本领啊 自控力啊 延时规律啊 什么菜股啊 所以你会做饭吗 有在学嘛 西红柿炒蛋还在学 西红柿炒鸡蛋还在学 实在是就是控制不好的那个火候你知道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它拿出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饭钱 还有怕那个油崩到 是 是 寻职大厂第一猛男 大厂第一猛男 大厂第一猛男 这等你出一点好 你可以请我们一起出一个比较多 可以啊 可以啊 有可能黑了不了你 哈喽 那所以这个就是造型师的老板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进过门 我们想拍个进门而已 你不要碰到 就听说听说你们这特别酷 就是要来这工作的员工要学会调酒 是的 是的是的 要教兴趣调个酒啊 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啊 首先就是先拿冰块 嗯 放到这里面 真的方便 然后一摇转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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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来尝一下 你自己来尝一下 今天你想要怎么样 一块一块 成年了哈 刚关世的生日 哇好喝哎 我们走吧 那今天就先试一下衣服 我还是买个银子 哈哈 哈哈哈 整整一路就立即在 你咬什么 你今天我的迹象上来一个 嘴正啊 坐坐啊 我从来都不做这种 我不知道拍的好不好 因为今天看你背了一个大包 就你一般日常出门的话 包都会装什么 这个其实按每天所需 因为今天我就计划来打篮球 然后里面就带了一些球鱼 这是球裤了 男生必备 一个打底的背心 原来它有一双45码的大鞋 还有个帽子 帽子帽子 然后这个还有两个小东西 一个润喉糖 然后一个隐形眼镜 因为我的度数比较高 然后是多少度 400多度 那比如像之前 就是网友有看你戴眼镜什么的 你是真实的有度数 还是为了冲门 真实的有度数 对 那个黑矿眼镜 还有一个打完球 一掉必备的东西 那就是香水 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香水味道 比较喜欢就是深沉一点 男孩子嘛 虽然年龄上小 但是比较喜欢装深沉 对 然后还有这个包 我上面挂了一个 我们上戏的一个小排排 上戏人 一辈子上戏魂 那行 反正我们开包环节结束了 那你现在去换衣服 然后我们就看你篮球表现 我们吃这个牛肉饭吧怎么样 可以啊 吃吧 你有什么忌口吧平时吃饭 没什么 最后我什么都吃 只要能吃的都吃 我吃过那什么 骂的 螳螂 我来个蟹黄牛拌饭 你来个这个吗 可以啊 好 我继续打了 加油 加油 我看下销 我从家里来的球 今天又拿回去了 尴尬时刻 谁时候拿不回去 看着 黄小鸭老师 然后知名舞蹈老师 他非常优秀 因为他身高太高了 所以他跳舞的时候就很困难 但是从不会到会 然后再从会到特别好 你们到特别好 这个好土啊 这个也土 但是就感觉自己就是 涂傻涂傻 这个好 就是初中的时候吧 初中有尝试过自拍 发现自己自拍真的 就不堪入目 然后后来就没尝试了 就你看 从这时候就开始他拍了 这个是那个 连环晚会的一个主持人 然后当时主持了一下 然后效果 效果不太好 这是初中的我 对 这个是初三 毕业典礼 我当时哭得眼眶的红了 放过我 下一场 再把底裤就没了 这两个帅啊 而且你之前提约 你说出来有大很多的 这个出来工作人员有跟我看过 对 对 这听说没有 简单还原就是 跟那个朋友买完东西之后 制作人们在那个栏杆外喊我们的名字嘛 然后我们出于礼貌就是得给予回应嘛 那接下来一个啊 就是前两天初恋就是 这种 我有看到吗 这个好尴尬 欺取禁欲的味道 没有我一般 因为我一般那个拍这种东西的时候就不太会弄那些造型了 然后那个前面摄像师就会指导我 那时候寻持缓慢转出你的下额线 然后慢慢低下眼抬头 自信的一笑 我内心OS就是 好尴尬 好尴尬 就在那个位置 这是什么 我累了 是吧 厌倦 这个我是 我当时发了一个高考加油嘛 然后又发了去年高考我的高考课表 我就想配一个就是那种表情包 配的蛮不错 其实达到自己的效果了 确实达到表情包的效果 证明又演的不错 但是他给我做成这样就显得我很废主流 其实我并不是 只是想演绎一个表情包而已 不要把我想着废主流 好吗 我就选孙一航和杨浩铭 小航 想你了 哎 浩铭 浩铭 想你了 泡脑啊 累头 小航回我了 我先吃 各位 你被绑架 他的反应很真实 哎 浩铭回我了 那我们下一期就模仿糖果超甜的每一个人 大家好我是糖果超甜的热口糖 我们下期就模仿糖果超甜的热口糖 你看我没有摸摸 我一定要摸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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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